女儿的手术进行到一半时 柳如烟从手术室里跑了出来 她是孩子的母亲 也是女儿的主治医师 更是这场手术的主导大夫 现在她却因为她前男友的一句话 就扔下了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女儿 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女儿 我拨通柳如烟的电话 手术已经快完事了 就是换条狗都能顺利完成 我在与不在又有什么关系 萧然女儿把头磕破了 我正清理伤口呢 你没事别打电话了 电话被挂断 一同挂断的 还有我那命悬一线的乖女儿 我和父母在手术室外交际等待的时候 小赵急匆匆地跑进了手术室 她是柳如烟的助手 下一刻我就看到柳如烟 风风火火地冲出手术室 看到我食指扔下一句我有急事 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只留下我和父母三个人 目瞪口呆地站在手术室门口 我妈看着她消失在走廊拐角的背影 还没有反应过来 手术这是做完了 没有人回答她 因为手术室的灯依旧亮着 直到两个小时以后 护士惨白着脸推开了手术室的门 把一份病危通知书递到了我的手里 要我签字 这是我才知道 柳如烟扔下了手术到一半的女儿 是因为她放在小赵手里的手机 有一通赵小然的来电 会会撞到了头出了好多血 只因你快来帮我看看 柳如烟特意叮嘱小赵 只要接到这个号码的来电 不论什么情况 都要第一时间告知她 于是她扔掉进行到一半的手术 奔赴向了她的前男友赵小然 而女儿手术剩下的部分 则是她的助手小赵 硬着头皮替她完成的 非常不顺利 一阵手忙脚乱的抢救后 瑶瑶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但是也不得不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我妈在看到病危通知书时 当场扑了过去 我爸坚持着陪在我的身边 我隔着厚厚的玻璃 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身上插满了管子的女儿 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 手术已经快完事了 就是换条狗都能顺利完成 我在与不在又有什么关系 会会把头磕破了 萧然自己一个人 我正给孩子处理伤口了 你没事先别给我打电话了 柳如烟女 我话说到一半对面已经挂断了电话 安顿好我妈 我爸留在医院看着摇摇 我开车直奔赵萧然的家 一顿疯狂的砸门后 穿着围裙的柳如烟满脸 怒意的打开了门 林立川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有病赶紧去挂个脑壳看看 别跟挑疯狗一样跑到别人家来闹 我一把推开她冲进屋里 赵萧然正陪着她的宝贝闺女 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 厨房里飘出一阵饭菜的香味 赵萧然的闺女头上 黏着一个窗壳贴 再没有别的伤口 见我进来赵萧然满脸假笑 立川来了 会会受了伤把我吓坏了 让知音来给看看 下一秒 我抄起一旁的花瓶 直接砸在赵萧然的头上 赵萧然惊骇地捂住头 一条血线顺着她 有些棱角的脸上流了下来 一旁的窗壳贴 过躁地叫喊起来 吵得我头疼 我转身正要质问柳如烟 刚回头就被柳如烟 狠命推倒在地上 林立川你疯了吧 你敢动手打她 我被她直接摔坐在地上 脑袋装在一旁的柜子上 磕得我眼貌惊心 柳如烟越过我 满眼心疼地用纸巾 捂住赵萧然头上的伤口 没事没事 我这就给你包扎 赵萧然指着我破口大骂 林立川你疯了 我要报警 柳如烟回头狠狠动我一眼 还不道歉 你是死人了 我晃晃有些眩晕的头强撑着站起身 道歉 我现在恨不得她死 柳如烟 瑶瑶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观察 如果瑶瑶有事我要你们陪葬 够了 林立川你吃醋就吃醋 少拿孩子的是开玩笑 你这样还算是个当爹的吗 我做的手术我还能不知道吗 手术很成功 就剩最后两步就可以缝合了 是个人都会做 你少在这儿吓唬我 听她这句话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 她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的手术很成功 那现在瑶瑶躺在重症病房算怎么回事 想起病房里的瑶瑶我转身就走 临出门时我望向屋里的两个人 瑶瑶要是有个好歹 我就要你们俩的命 我本以为话说到这个份上 柳如烟多少也要相信一点 起码她也会打个电话 问问瑶瑶的情况才是 可接下来连着三天 直到瑶瑶脱离生命危险 从重症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 柳如烟从始至终连个面都没弄 就连旁边病房病人的家属 都开始议论这件事 这什么大夫啊 连病人都不顾手术到一半就跑了 别是怕摊上官司吧 我听说那孩子还是那个大夫的闺女 我的天连自己的女儿都能不顾 哀疼破肚地扔在手术台上跑了 这也能叫妈 别说亲妈了 就是后妈也没有这样是的呀 谁说不是呢 我还听说那女的是因为 接到前男友的电话 就连自己闺女的命都不顾了 我跟你说这样的女人 就不如趁早死了好 省得以后祸害家人 摊上这样的媳妇 因为这起人为的医疗事故 我再也不敢让闺女住在这家医院 而是把遥遥转到了 另一家条件更好的医院 老爸拖了关系 找了最好的专家团队 通过会诊 专家们表示这次的手术 虽然给孩子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但也并非是不可逆的伤害 只是要等孩子再大一点 才能再进行手术 这几年恐怕要时刻注意身体 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了 老爸老妈听到这个结果 琪琪松了一口气 这才一愤甜鹰的骂起了柳如烟 骂着骂着又把矛头起起指向了我 当初我说她不是什么善茶 你非得娶她 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这下可好了 这贱人差点把我大孙女给害死 你说她是个孤儿 我瞧着她可怜 这才答应你跟她的婚事 早知道她这样 我当初就该直接把她给轰出去 你听妈一回 妈不会害你的 赶紧跟那个贱人离婚 我听着二老对我的埋怨 握着瑶瑶的手 眼睛一刻也不想从她脸上挪开 瑶瑶刚吃了药 躺在病床上睡得香甜 煞白的小脸几乎没有什么血色 我看着熟睡的瑶瑶 终于下定了决心 妈我不离婚 你是不是小脑发育不完全 大脑完全不发育 老妈气坏了 那见人都这样吗 你还打算跟她过日子 今天她敢把自己闺女害死 明天她就能杀咱们全家 妈你听我说 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现在我拿着这件事离婚 法院不会认定我和她感情破裂 到时财产她会分走一半的 她为了她那个拼头 把瑶瑶害成这样 我绝不允许她拿着我的钱 去养那个王八蛋和那个野主 老爹点点头是这么个道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握着摇摇冰凉的小手 我要她近身出户 我要她被一辈子的骂名 我要他们这辈子都人人喊打 我和柳如烟是在大学时认识的 我读的是金融 她是隔壁医学院的 我有一次低血糖在操场晕倒 她正巧在卫生室值班 是她照顾我直到醒过来 自那之后我便经常往卫生室跑 之后有意无意的接触 我们俩很快确定了关系 我爸有几家实业公司 在省里也算排得上号的企业家 柳如烟是个孤儿 自己靠勤工俭学和助学贷款 读完了研究生 我爸本想着给她一个公司当作财力 她却说要当独立女性 坚持在那家私立医院当了一个医生 本来我们俩婚后的日子幸福美满 她非常顾家 后来有了瑶瑶 知道瑶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她比谁都难受 从瑶瑶出生就一直在尽最大努力 想让瑶瑶恢复健康 直到离婚带着孩子的赵萧然 再次联系了她 他们以前在大学室谈过恋爱 但是赵萧然父母看她是个穷丫头 就让赵萧然跟她分手了 之后赵萧然出国两个人 就再也没联系过 自此赵萧然带着孩子回来 柳如烟就整天围在那对妇女的身边 对那个小野种比对瑶瑶还好 就连瑶瑶的病情她都不再关系 曾经爱而不得的白玫瑰变成了白月光 我这朵红玫瑰自然变成了 就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柳如烟终于舍得从她那个温柔箱里 把脑袋伸出来了 我接到她的电话 电话里她语气不善明显是生气了 好几天也不回家 你死哪儿去了 当妈的在外面和王八蛋撕毁 瑶瑶住院我当爹的不陪着吗 我回到哪门子家 林立川你说话注意点 我跟萧然什么事都没有 你别用你那脏心言子揣测别人 瑶瑶病房我去了 早就没人了 你说你撒谎也不打个草稿 你赌气就说赌气 拿孩子当挡箭牌你有劲没劲 我冷笑瑶瑶转到施医院好多天了 你除了满脑子赵萧然你还知道什么 转院 住得好好的你瞎折腾什么 施医院的大夫还能有我对瑶瑶的病情知根知底 就你 柳如烟你也好意思说你医术高 瑶瑶因为你差点下不来手术台你知道不知道 行了行了 骗人骗得自己都信了 林立川你真是不可理喻 我对她彻底没了耐心 你给我打电话到底有什么事 没事我挂了 你打伤了萧然 人家现在要追究你的责任 我好说歹说才把她安抚住 你懂点事别总让我操心 过来给萧然赔个礼道个歉 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她也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我对着电话直接开骂 道你妈的歉 让她快点去死 骂完我直接挂断电话 果断把她拉黑了 回到病房 瑶瑶正坐在病床上玩一套新买的巴比娃娃玩具 她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好奇地问我 爸爸我住院这么多天了 妈妈怎么没来陪我 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 我只觉得这件事对她实在残忍 但是如果我不说 说不得以后柳如烟还会对她做出什么事来 我握着瑶瑶的手 把这些添得是细细地跟她说了 瑶瑶的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 可是妈妈为什么要这样 她不是我的妈妈吗 我看着瑶瑶可怜的样子心里一阵心疼 强行压下心中的难过问她 将来我和妈妈如果分开了 瑶瑶要跟谁 瑶瑶有些委屈 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 上次赵叔叔带着妹妹来咱们家里玩 妹妹看上一个我的娃娃吵着要拿走 我不想给 结果妈妈说我不懂得谦让妹妹 还生气打了我好几下 最后还把那个娃娃拿走给妹妹玩了 可妹妹根本就不喜欢那个娃娃 我在楼上窗户里看到她走到楼下时 直接把那个娃娃扔到了垃圾箱里 妈妈还说我以后要是再这么小气 就是坏孩子 她就要把我的娃娃都给扔掉 瑶瑶抬起头看向我 爸爸我不想跟着妈妈 她只喜欢慧慧根本不喜欢我 我想跟着你 爸爸你能别不要我吗 我鼻子一酸用力把娃娃搂进怀里 爸爸怎么会不要娃娃呢 爸爸永远不会扔下娃娃一个人 这天中午我去附近饭店 买了娃娃爱吃的甜甜鸡 刚推开病房的门 就看到柳如烟正在呵斥娃娃 我以前是怎么告诉你的 对妹妹要谦让 一个破娃娃你都舍不得 赶快给妹妹道歉 穿着病号服的娃娃满脸无措 看见我回来 眼泪刷的一下掉了下来 爸爸 我这才注意到 赵小然和她的那个小杂种也在病房里 那个小杂种的手里 还拿着瑶瑶的芭比娃娃 赵小然看到我回来 满脸歉意的对我说 哎呀立川真是不好意思 我那天不知道 知音在给瑶瑶做手术 惠惠磕到了头 我一个男人也不知道怎么办 想着知音是大夫 这才给知音打了个电话 好在瑶瑶也没什么事 立川你是个男人 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怪知音 我狠狠一拳揍在她脸上 把她打了一个亮枪 带着你的小杂种 麻溜给我滚出去 赵小然捂着脸 强忍着怒气 林立川你还在气头上 我不追究你打我的责任 可我跟知音两个人 只是普通朋友 我们俩清清白白的 你如果因为我和知音离婚 那我以后怎么面对知音 柳如烟赶紧上来 护在赵小然的身前 林立川你现在 怎么跟个精神病一样 小然好心好意跟你道歉 还原谅你不打算 追究你的责任 你就是这么感谢人家的 感谢 我感谢她的屁 感谢她差点害死我闺女 我匹手从哪个小杂种手里 夺过娃娃 我闺女的娃娃 扔了都不给狗崽子玩 那个小杂种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赵小然看自己女儿 被我弄哭了当时就急了 一个破娃娃你还当成宝贝了 瑶瑶是姐姐 难道不懂让让妹妹的道理吗 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柳如烟指着病床上的瑶瑶 你就惯着她吧 你看她现在被你惯成什么样子了 一点也不知道谦让妹妹 我要是再不教育教育她 她以后说不定 就要干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 我一耳光抽在她脸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她 柳如烟你给我滚 我女儿用不着你这种 蛇蟹心肠的女人来教育 你不配当瑶瑶的妈妈 我从抽屉里拿出瑶瑶的病影 直接一把摔在她的脸上 柳如烟看看你干的好事 她不耐烦地捡起地上的病例 只扫了一眼就把难以置信的目光 放在了瑶瑶身上 她抓着手里的病例 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助手 都没有进手术室的资料 她想着给你擦屁股 结果崩了自己一身的屎不说 还差点害死我闺女 我从她手里抢回病例 柳如烟这件事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咱们就法庭上见吧 第二天柳如烟医院的领导来探望瑶瑶 柳如烟也跟着来了 大富翩翩的领导假意安慰了瑶瑶几句 这才把话头引到柳如烟的身上 老弟啊听大哥一句话 你和小徐毕竟是两口子 哪里有什么隔夜的仇 知音又是咱们医院的活招牌 这次她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不过这件事情说起来 也算不得什么太大的医疗事故 关起门来 咱们自家人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这是真要弄到法庭上去 弄不好之音是要留案底的 你也不想孩子将来考个工考 不言什么的受到影响对吧 这老家伙嘴上说的 好像是在为孩子的将来考虑 其实句句都在朝我和瑶瑶身上捅刀子 打着为孩子着想的旗号 其实就是想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最后让我自己承担后果 把医院给彻底撇出去 我抱着膀子对她冷笑 你少拿这种事来吓唬我 我也不是三岁的孩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孩子差点被你们的医生害死 你们医院是怎么管理医护人员的 别以为我只追究她一个人的责任 你们医院也一样跑不了 我的目光落在柳如燕身上 对了 别以为我忘了你那个拼头和那个小业主 咱们一步一步来 我有的是时间 柳如燕脸色愈怒 林立川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和湘瑶什么事都没有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你现在嫌难听了 更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 姚姚还在住院 我暂时没空搭理你们 你们就等着接法院的船票吧 柳如燕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林立川 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离婚 呸 你想得美 离婚了你拿着我的钱 去养你的拼头和那个业主 我才不跟你离婚 我可没好心到给那个王八蛋疼地方 我就是要折磨你 让你知道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多下贱 到底有多混账 我伸手一指病房的门 我没功夫听你们在这放屁赶紧滚 再不滚我就动手了 领导连连白手你消消气消消气 那天之后医院的领导再也没敢找过 倒是柳如燕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 但我每次都没让她进病房 直接把她撵走了 这天我拿着单子去药局开药 回来时看到柳如燕在病房里 正坐在瑶瑶病床前 她怀里捧着一个保温筒 正举着手里的勺子用嘴轻轻吹着 这汤是妈妈特地给你包的 特别有营养 你喝了就会好的 等你好了妈妈给你买很多娃娃 还带你和妹妹一起去游乐园好不好 瑶瑶躲着她手里的勺子 妈妈我不想喝 柳如燕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 不易被察觉的不耐烦 不吃东西怎么行 不按时吃饭身体会受不了的 快吃 我推开门走进病房 抢过她手里的保温筒 直接把保温筒扔了出去 林立川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跟我有气 你也不能拿孩子的身体开玩笑 我好像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我拿孩子的身体开玩笑 是谁把瑶瑶扔在手术台上的 是谁在瑶瑶病美好的时候 带着那个小杂种来抢她娃娃的 柳如燕的脸上浮现出巨大的愧疚 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老提她干什么 我指着她手里的保温筒 这是什么 割肉莲子汤 我特意给瑶瑶包的 我一个大嘴巴扇在她脸上 我觉得这阵子我扇她巴掌的频率 要比过去七年里 骂她的频率都要高 瑶瑶对莲子过敏你不知道吗 你是想害死她吗 她有些局促 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好 我不知道啊 不是不是我给忘了 我记得瑶瑶对红枣过敏来的 刚说完她这才恍然大悟是的 还有你瞧我这记性 对红枣过敏的是惠惠 柳如燕 你着急让那王八蛋上位的机械心请我离子 但你最应该优先干掉的人 是你老公我才对 而不是对自己的亲生闺女下死手 老公你听我解释 这阵子我实在是太忙了 萧然和惠惠需要人照顾 医院的事情又多 我实在 我一秒也不想再听她废话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可揍你了 她捡起保温筒 你别生气 你现在还在气头上 等你气消了我再来看瑶瑶 快滚 晚上我爸妈来医院看孩子 我跟他们说了白天的事 那见人又来了 我妈一拍大头 早知道我白天就不走了 我看到她非死了她不可 爸还是雇两个保镖吧 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能进来 万一真要是伤到瑶瑶到时 说什么都完了 我爸一拍脑门我咋就没想到呢 放心吧 明天我就让公司安保部 派两个人过来守着 我妈搂着瑶瑶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摊上这么个混蛋妈 我孙女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第三天 病房门口就来了两个黑西装的保镖 守在了病房门口 老妈更是从寸步不离的 守在瑶瑶身边 住院部其他病房的病人和家属 看到这阵仗 好一顿窃窃私语 有说是黑社会老大在这住院的 还有说是大富豪来医院看病的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我没去理会那些闲言碎语 瑶瑶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眼见医院这边没什么需要我操心的 我推开了面前的盾牌 露出了寒光蛇蛇的枪头 柳如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接到了法院的船票 和赵潇然的被公司辞退的消息 赵潇然上班的地方是一家物流公司 她在那家公司担任营销总监 说起来她这份工作 还有我的功劳在里面 若非这家物流公司 和我家的公司有商业合作 恐怕就凭柳如烟一个私立医院的大夫 她也没那么容易搭上 这家公司的线给赵潇然寄手 老爸只是给那家公司的老总打了个电话 说了两句赵潇然的坏话 对方老总放下电话 第一时间就把赵潇然给踹出了公司 赵潇然抱着只可箱子 给柳如烟打电话 质问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柳如烟连自己的船票都孤独的 先打电话向我心事问罪 她的号码被我拉黑了 她用的还是赵潇然的手机 林立川你别太过分了 潇然自己一个人 离婚带这个孩子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这么为难她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我知道你对我有气 咱们关起门来可以自己解决 你干嘛非要牵连别人 潇然她现在工作没了 以后怎么养活孩子 害死自己闺女了 她孩子磕到脑瓜子 她不会打120吗 你比120救护车跑得快吗 脑子控不要紧 你别往里面放水啊 柳如烟 你要是敢给她花钱 我就敢让她双倍的给我吐出来 不信你可以试试 你自己船票的事还解决不了 你还有心思操心别人的事 你以为你算了什么东西 我第一时间把所有我和柳如烟 共同认识的人都拉了个大局 柳如烟差点害死我闺女的事 大家或多或少也都听说了 现在柳如烟不顾家不顾孩子 还把我的钱拿出去养了一个野男人 这钱我迟早是要追回来的 从现在开始 柳如烟是柳如烟 我是我 事先声明柳如烟跟你们借钱 这是我不同意 如果你们把钱借给她了 到时她还不上各位的钱 你们可别来找我要 我不替她还 柳如烟在群里发了段语音 我直接把她发的那条语音给撤回了 还在群里把她给禁言了 柳如烟联系不上我 最后只得通过个人关系 把赵小然安排进了那家私立医院做后勤 赵小然穿着白大褂上班的当天 我就找人把所有的事情 经过写成了一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 和法院的传票一起直接发到了网上 还花钱买了流量 不到半天时间 那家医院就被骂上了热搜 之后的两天这件事持续发酵 短时间内就在网上疯狂传播开来 这样的大夫谁敢找他看病 别把人在肚子划开了 他转身就搞破歇去了 这医院也是够奇葩的 这样的大夫也敢用 真是开眼界了 自己的孩子都能这么对待 可见对病人更没什么耐心 这么真挚的爱情 建议跟那个野男人所死 自行消化别放出来祸害别人 网上的舆论铺天盖地 医院在众人的声讨中 连夜注销了个大平台的所有账号 赵小然也只上了一天班 就被医院给清退了 没有任何理由直接撵走 柳如烟也自身难保 她被医院勒令停止工作 但却并未将她开除 只是留职查看 医院领导终于知道我不是开玩笑 给我打电话时就差给我跪下磕头了 直言只要我撤销起诉 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之前不是还让我关起门来自行解决吗 怎么现在想起后悔了 对公的船票要慢一点 你们别着急就这两天了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柳如烟这回终于被医院辞退了 可惜一切都晚了 医院现在就是把柳如烟千刀万过 我也不会撤销起诉 大街上 柳如烟领着赵小然父女俩拦住我的车 赵小然跪在我的车前 疯狂扇自己嘴巴 还让她女儿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兄弟我知道我影响了你的家庭 但我求你不要赶尽杀绝 我还有孩子要养活 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惠惠还这么小 孩子可是无辜的 你有气可以揍我一顿 你别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惠惠快给叔叔磕头 求叔叔高抬贵手 给咱们父女俩一条活路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居越多 面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我直接从车里掏出一大落举 伸手朝人群扬了出去 只剩下是整件事情的所有经过 还有柳如烟和我的聊天记录截图 作为证据 我就怕她给我来这一手 所以我早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就等着她走这一步 我朝着围观的人大声宣布 这纸上面但凡有半句假话 我全家不得好死 围观的人看了纸上的内容 再看向柳如烟和赵小然 眼中已经戴上了愤怒和比喻 原来你就是那个把自己闺女 扔在手术台上的大夫 还有脸带着自己的破鞋打上门来 你也不怕遭了暴力 装什么可怜 你差点害死人家孩子 你还有脸求人家原谅 人群里几个血性汉子冲上来 对着赵小然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你挑拨人家家庭 还差点害死人家闺女 老子今天打死你 对 打死你的畜生 柳如烟眼见赵小然被人围殴 在旁边哭着苦苦哀求 别打了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喊得倒是情真意切 可她就是不敢上前半步 任由众人圈踢赵小然 人群里一个老太太 薅着柳如烟的头发 狠狠给了她一个大嘴巴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夫 你当兽医连牲口都瞧不上你 我看着被团团围住的两人 转身挤出了人群倒车走人 当天晚上鼻青脸肿的赵小然 带着孩子回到家 就看到满楼道被人用油漆鞋骂了 渣男去死 他租的房子门口还被人泼了红油漆 还被人用黑油漆刷了大大的死字 几个小混混每天有事没事 就在他家楼下高声叫骂 吓得他连出门都不敢 周围的邻居不堪欺扰报了警 警察来了年走了那几个小混混 可回头警察一走几个小混混又回来 这次他们也不吵闹了 就坐在楼下盯着赵小然家的窗台 一待就是一天 就连赵小然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每天也会有两三个小混混 紧紧跟在他身后 也不必他生怕他看不到似的 赵小然气坏了 不顾柳如烟的劝阻 找上那几个小混混 结果三言两语就和人家打了起来 最后警察来了 把人带到橘子里 因为双方都动手了盼得呼 柳如烟没办法只得掏了些钱 求小混混签了调解协议书 柳如烟自掏腰包帮赵小然父女俩担了家 可新的住址又被小混混们给找到 于是一切照旧 只是这次无论混混如何叫嚣 赵小然也不敢跟那帮小混混接触 小混混暴揍作赵小然的视频被人发到了网上 还上了热搜 渣男渣女不得好死 视频里赵小然被打得鼻青脸肿 柳如烟拉架时被混混推倒 摔在旁边的泥坑里狼狈不堪 老爹调调眉 没证据可不能瞎说 虽然你是我儿子 但你这么无险我 我也可能会告你诽谤了 正说着门铃响了 保姆打开门 我妈冲着门外的人没好气的质问 你来干什么 柳如烟站在门口一脸的尴尬 妈 我妈催了一口 呸 别叫我妈 我可担待不起 你这种想要害死自己闺女的儿媳妇 我可不感人 我爸咳嗽一声 算了让她进来吧 我妈拉着瑶瑶上楼 走大孙女 奶奶带你上楼玩娃娃去 柳如烟的视线跟着瑶瑶上楼 瑶瑶现在要多注意休息 我妈狠狠瞪她一眼 用她骂你管 滚肚子 我爸坐直了身子点起一根烟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这么晚了老子没心情陪你再找烟 柳如烟好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宫女 搅着手指头站在客厅里 爸 别墨迹撒愣说 不说就滚 柳如烟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 看着我说笑然她带着个海 下一秒 我爸直接从茶几底下抽出一把菜刀 操你妈的老子砍死你 柳如烟屁滚尿流的跑了 连血也来不及穿 我扶着老头拍着他的胸口给他顺气 注意身体你别生那么大的气 你要气出个好歹来我们可怎么办 老爹写我一眼挽了个刀花 放心没开任 终于到了法院开庭的日子 柳如烟因为这次医疗事故 被吊销了职业证书 被判赔偿53万 这次医疗事故等级被判为三级医疗事故 他又被判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有期图刑 他所在的那家医院 因为医护人员管理不到位 造成巨大医疗事故 被勒令停业整顿一名 这和让他们关门大吉没什么区别 我顺便跟柳如烟把婚给淋乱 柳如烟本想着给自己争取一顶家产 说什么都不同意净身出户 你要是想让我继续骚扰赵萧然和他的那个小业主 那你就攥着那俩臭钱别松手 前男友终究是他的白月光 柳如烟听我这么说 只得答应我的条件 但同时要求我不能追讨他花给赵萧然的钱 我自然一口答应 可惜我这个儿子代表不了我爹 我爹一直诉状把赵萧然告上了法庭 毕竟我和柳如烟的家底都来自我爸我妈的赠义 所以他花在赵萧然身上的那四十多万 全被我爹给追了回来 赵萧然如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他只要租房子就有小混混来闹事 他住不了两天就被周围邻居逼着搬家 他也找过我 想让我放他一马 但我一直没给他见面的机会 摇摇身上插满各种管子 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样子 是我这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赵萧然最后走投无路 只得靠拾荒度日 靠着捡肺品勉强糊口 因为没有住的地方 听说他带着孩子住在郊区一栋废弃的烂尾楼里 在之后我就没了关注他的兴趣 听说他最后把孩子扔到了福利院 自己搬去了外地从此仰无音信 柳如烟入狱一年后在狱中提出要见我 闲来无事我去看了他一次 这是被他们给打了 哦那你自己多保重吧 碧川我知道你很恨我 摇摇的是我确实有一定责任 可我毕竟是摇摇的母亲 她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我和赵萧然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闹到今天这部田地 我看了眼墙上的电子挂钟 说完了吗 碧川我 以后没事别找我了 我站起身特意强调 有事也别找我 我看着柳如烟逐渐失去生气的脸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笑脸 白白了柳如烟 摇摇八岁那年 接受了国内顶级专家团的手术 一眼的走廊里我们一家焦急地等待着 我妈双手合十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我爸强忍着来回踱步地冲动 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手术室门口亮着的 手术室的门开了 我们赶紧围了上去 老大夫摘下口罩 朝我们露出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 放心吧 一切顺利手术很成功 余光里我看到走廊楼梯间的拐角 一个衣衫破旧一瘸一管离开的声音 不过已经没人会在意他了